哈喽大家好啊 那天有一个评论让我特别的心动 说是做肯德鸡门饭 但是我是谁 我肯定要做不一样的肯德鸡门饭了 先过来盛一点米 然后淘米 今天想吃水冷点的 多加了点水 然后按正常步骤 先放一个顺脂原味剂 今天不一样的要来了 我要再放一块汉堡 看看会是什么效果啊 点的这个是麻辣香锅的汉堡 给它掰一下 来去 应该算都给撕好了 然后先准备去煮它 准备开始闷这一锅 满满的肯德鸡门饭了 把电饭包打开 看着没有那么好啊 咱们来给它拌一拌啊 然后把饭盛到这个 你们说像洗脚盆一样的盆 今天这饭看着 应该还行吧 尝一尝 今天这个饭味道比较有点淡 不像我想象中的融入了汉堡和鸡肉的那种味道比较浓一点 但是也还算不错了 我看那些评论说什么皮嘎门饭的真是太过分了 不过那些说螺丝粉门饭的 我知道是觉得可以烤就烤就烤就 不过不知道我以后这个锅会变得胖臭胖臭的 感觉这个饭挺好吃 就是少了一种感觉 要加点老干嘛应该会更好的 终于吃到最后一口了 来一口焖了它 吃完再来干一杯小饮料 这么好的天不再睡一觉可惜了 跟过来一起睡一觉吃 今天还是快乐的天 拜拜 拜拜